要把它製造出來 它倒是兩隻馬的馬的鞠狗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 超級兩隻鞠狗的第二種鞠狗的 鞠狗長過生鞠狗的 後來這個地方 為什麼馬的鞠狗 我們可以看一下馬的鞠狗 馬的鞠狗 它有些鞠狗的馬的鞠狗 馬的鞠狗狗 馬的鞠狗狗 拿你們兩個的 這個是什麼鞠狗 如果馬的鞠狗狗 如果要是鞠狗的話 在鞠狗狗的鞠狗 那麽它就當時 鞠狗狗狗狗 鞠狗狗狗狗狗 鞠狗狗狗狗狗狗狗 第一號鞠狗狗 就是它的那把鞠狗 鞠狗狗狗狗 鞠狗狗狗狗狗狗狗 那麼當時這一把鞠狗狗狗 它不但說是有 天原地板 實際上還有實際功能 太陽出來可以遮太陽 下雨的時候可以遮雨 但是不論是太陽下雨也好 它有一定的風向一定的方向 那麼如果太陽 是從東邊升起西邊下山 它這個散的設計 整個機械部分的設計非常好 就可以鑽動一定的方向 如果太陽從東邊升起 它下面的開關打開 可以傾斜將近三十度的角度 那麼如果要是從西邊落山的時候 我上面把下面把它固定住 上面這個機關同時打開 它也同樣可以傾斜三十度的角度 那麼如果要是說是停鞋黃點 從車上下來兩邊開關同時打開 它就可以打下來 幫它來打這個散 當然我們現在 在機械很發達的情況下面 我們看這個車風車出來很容易 但是我們要豐富想像一下 在2000年以前 我們並沒有機械的情況下 完全是用手 來把它做出來的 而且這些銅是怎麼樣把它 把它融化成這樣的一個 金屬的構建 在世界上面目前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地方 它這個融點 它整個的結構 是怎麼樣去製作 就即使是學mechanical 也要是練人工程機械 專業方面的專家 認為那也是個奇蹟 現在我們看一下後面 這不錯 這不錯 咱們可以看這個 這個是掛在馬上面的一個扣巾 可以掛掛的東西 那麼有一些箭頭 以及那麼稀奇 我們主要介紹是後邊玻璃窗的 以下左下右一個架圓的 那麼整個這個連接工藝呢 非常的考究 上面有一些螺絲點 也有一些焊接點 對於我們縣 我們整個冰馬友國務館 是1974年的時候 由農民打警的時候 偶然發現 發現過程我還會給你們做詳盡的介紹 現在我們先等一下介紹 好 那麼當時在沒有發現 兵馬友國務館 沒有發現這個陛下工藝以前 我們認為漢節工藝 杜洛工藝 這些融六十年代的時候 德國人發明的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 在1974年的時候 我們打開兵馬友的時候 非常驚奇地發現 我們首先在2000年以前 就掌握了這個領域 那麼你怎麼樣到這個融點呢 至今我們還是贏 所以我們說 秦始皇兵馬友國務館 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跡 不但是單單從它的氣態上面 從它的製作工藝方面 技術參數方面 在世界上面來說 真的都是奇跡 好 我們看前面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 它整個怎麼樣裝飾 裡面有兩個工藝 第一種在原貌 第二種在增加工藝 第二種在增加工藝 是連接工藝 在機械工程方面 是一個非常大的難點 因為我們認為 是六十年代初 是德國人發明的 而我們的祖先 在2000年以前 就已經掌握了這樣的連接工藝 所以在世界上來說 是首創 也是奇蹟 那麼這個領域呢 雖然能開造 但是如果要是 我們處理的話 可能是一片 反裝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這裡 酌情不一定能夠拍照 我們折襟呢 是重新成員 這個碼頭是主持生的想法 因為大部分的 折襟就還算 已經在碼頭上 對的 因為廢除到碼頭 沒有 對的 因為廢除到碼頭 沒有 這個 這個是哪有 你看主要 我以前來的時候還沒修 那個 那個 對 我們先看一下 沒有看坑 這裡沒有 這個 這也是坑啊 又要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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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來 謝謝 第二次 你幫我 幫我 我幹嘛 坐在你後面 也就是一二三 並沒有次序上的 玄階 只是我們對於 考古的記號 最早發現的叫 一號 最晚發現的是 三號 那麼為了讓團友 比較細統的看 而且也不走 冤枉路的看 我是這樣的構思 先讓你們看一個 整個 紅車馬是最真會的 之後呢 我們看二號 雖然是它是 在初期發現的 並不是最早發現的 但是對於整個軍政來講 它是左邊部隊 然後我們再看三號 可能是中間指揮部隊 然後我們再看三號 可能是中間指揮部隊 我們來看三號 最後我們來 他們沒有拍攝 場地拍攝 對 近來 對 近來 對 是 現在是沒有拍照 這樣可以 唯一 這裡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那現在是可以 並且點了一把火把它粉燒 因為大的螃蟻撐在那邊的螃蟻一燒了以後 變化為灰燼 使得頂上的大量 所以一稍稍下來就壓在這個頂上 一人一人的眼睛 是不是自己還很清楚 有沒有感受到大的螃蟻壓下來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看到圓的木桶 圓的木桶一樣 又要找這個 它在裡面出的已經 我會給你們做詳細的介紹 在我們的右手邊 在玻璃櫥窗裡面 現在已經拿進去 但是大部分人是沒有辦法修正的 我們見到我們的右手邊 很多碎層碎片 你要找到它頭部的某一個某一個 或者師父的某一個某一個 現在也不要 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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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都一好聽 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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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你照照 沒有 我照照 我照照 這些有應該是七千屆組 而我們現在已經發現 出現了 而大部分人就是 七百間的冰年和紅年 並不太好 而這樣就好了 我們猜了 把我手裡再拿個散 好像我覺得混贖都是個負擔 所以 碎層這樣的形狀 並不是自然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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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從霸王下 你進去下去 很打亂的很盡量的打亂 你走個頭 你走個頭 你沒看到 你踢不上全部的牆子 至今我們見到 焚燒移動下來的 過頭的灰燼非常清楚 因為當時 你不下空間的 就像我們現在的黃昇洞一樣 他挖了一個坑道以後 為了防止他塌方 就用大的盤子撐住 上面呢 就用大的盤子 大兩岸頂住頂上 這樣他不會塌下來 但是廚法王項羽沒有想到 秦始皇的地下瘋狂變 並不是在這個表層 表面沒這片二層的瘋狂 而是在深深的細節的瘋狂 對 洗白瘋狂 我們是在這個打瘋狂 實際上秦始皇 看這一件瘋的側面 他的皮膚非常光滑 我們和後面的一件瘋狂 我們對比一下 雖然沒有任何顏色 但是感覺到他的皮膚很幼細 很幼嫩的感覺 他的眉毛呢 是柳眉丹鳳眼 非常秀麗的鼻子 櫻桃小嘴 而他的手呢 完全是女人很輕 很秀麗的手 很謙虛的腰肢 從側面 不時可以流露出來 女人的秀眉 但是當我們正面看的時候 他又完全是男人 又是男人的形象 還有鬍子 由於這一件有的出土 我們對於男裝 有花木蘭提出一個問號 那麼這個即使等一會兒 我們可能會買一些書 在書裡面也看不到 這是第一手資料 因為是我參加這個考古學習班的時候 考古隊長親自跟我們二十多個 我們有二十多個人參加了這個學習班 跟我們二十多個人講解的時候呢 這是第一手資料 這一件瘋因為是立在那邊射箭 所以在我們書中介紹 是叫立射勇立在那邊射箭 轉過來 騎射勇 因為它是騎馬 那麼這個馬呢 它的家鄉是在河區線 在河區走路 在那個河西走路 我們從四手資格過來 在甘州河區線 河區馬 這些馬走路的速度並不是很快 但是有一點它非常有耐力 如果一旦附隊斷了糧食的話 它可以非常忠孝主人走到四為止 那麼我們見到它這個騎士股的設置 也是非常的考究 它的戰袍比較短 有利於它上下馬車的方面 完全是按照軍事要求來設置的 我們繼續往前 要比李根高出大半的頭 大部分大半的頭到一個頭左右 那麼李根說它對外報導是一米八八 實際上體檢的時候只有一米八六 那是不是兩千年以前你們中國人都是那麼高大的 實際上不是的 只是秦始皇部隊為了形容它整個軍政 兵牆馬狀的氣派 所以在各高方面是不誇張了 我們現在見到這一屆有 像不像我們從西域過來 我們從新疆過來 看了阿班提的形象 少數民主 那麼他都給他高官做 這名秦始皇帝 用兵有方 兵不是用人 兵不是用人為親啊 是任人為賤 那麼我們現在見到這一件有的 他穿戴的那個頭飾 可以看到它是我們的官 而且官質比較大 那麼我們現在看他穿的這一對鞋 我們說是自高氣昂 當時你要看他的官質的大小 你看他敲的高 那麼他的這個穿的鞋 非常的高 那個腳尖都翹起來非常高 他是武官 那麼我們現在進將人一跳這樣 我的將軍度 當時我們將軍度 他在塑造的時候 工匠特地的就把他的將軍 這個肚子啊 都微微的隆起 都出來了 我們見到這個是武官 我們現在見到這一個 我們團友說是中級 他是低級官了 那麼他是文官 這個文官呢 是軍曆 軍曆相當於我們現在宣傳科長吧 那麼這個軍曆 我們從他的頭是可以看出 他是文官 手上應該是拿著文書的文稿 但是現在不存在 他穿的這個鞋子 翹的高度就沒有剛剛我們看翹的文化 謝謝